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我今年才三十出头 但是我做这个五香糕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 我们客家人对糯米是情有独钟的 很多食品都是用糯米做的 你比如说糯米糖 艾米果 糯米酥 但我们最拿手的还是做五香糕 我们这里不缺阳光 但是三泉水特别的冷 所以这里提田上种的糯米 还是生长得特别缓慢 一年只有一季 不过生长周期长 糯米反而更饱满 首先我们对糯米去壳 用的就是这种龙骨 为什么要用龙骨呢 因为我们去壳的时候需要保留住米皮 这样才能尽可能的留住糯米的营养 口感也会更加丰富 当初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的 糯米去壳之后就开始烫米 烫米的时候需要在锅里来回滚动 等烫的米又能用手指轻轻掐断了 这个米就可以了 糯米烫好之后就是要用大火进行翻炒 我们翻炒的时候 用铁砂翻炒的 这样不容易把米烧焦 翻炒个五六分钟 看着这个米变成爆米花就可以了 翻炒好之后就可以碾成粉了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坚持用石墨来碾粉 目的就是保持这个五香糕的口感 接下来就是制作五香糕最关键的一步了 就是阴干 阴干需要在一个潮湿的地方进行 对环境的温度和湿度要求很高 你看像这种地方就特别适合阴干 一般像现在这样的天气 需要亮个三天左右 这个最下面的一层粉与这个白布黏在一起了 这个粉就算基本弄好了 这个粉就算基本弄好了 硬干好之后的糯米粉还需要炒一遍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是用小火慢炒 大概需要炒半个小时左右 大概需要炒半个小时左右 再炒半个小时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搅拌压制的 首先把红糖倒在案板 撒上芝麻 然后把糯米粉倒在案板上 加入熬制好的红糖水 用木滚筒进行反复压制 抹上之前拌好的红糖芝麻 这种香料是我家祖传特制的秘方 从我太宫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的五香糕分为三层 加入红糖的这部分是中间的一层 外面的两层做法类似 只是把红糖水换做了白糖水 接下来就是把这三层糯米粉均匀地铺在铁框里 然后把它压实 这个铺的时候力度要均匀 你稍微重一点的话 就可能把下面一层给弄坏 压制完成后 最后需要放进热水里 炖大概四五分钟 炖好之后拿出来 放四个小时左右 这个五香糕就做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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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的时候来上一块五香糕 那真的是一种享受 制作五香糕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现在我们这还在继续坚持的就只有我们家了 当初我也是担心这项手艺失传 所以决定回来继承这项手艺 现在这门手艺算是能延续下去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样还能坚持多久